我生日那天在某英看见 老婆的白月光发了一段视频 红酒配香车手上还带着一块 限量版的百搭斐力 前两者没问题 但是这块表是本英属于我的结婚礼物 我目不转睛 盯着视频看了许久告诉自己别冲动 随后去超市买了瓶二锅头冠夏 麻木看着墙上七年没换的挂钟 特想一个人鸣鼎大醉 却在十二点后 清晰地看见白月光又置顶了一个评论 失去了才知道珍稀可以破镜重圆吗 我气到将一桌子庆生的菜先翻 刚想打电话问候这个畜生 问他九年义务教育的思想品德课是没上过 可没想到畜生原来都是成双结队出现的 妻子陆院进门看见一地狼藉冷笑一声 丁鹏你一定要发颠吗 你不知道江城对公司付出多少 人家还好心送我回家你却这么丢人现眼 说完发视频挑衅的本尊也跟了进来 我静静扫视着一前一后两个人 质疑那瓶二锅头是不是掺水了 否则为什么自己清醒的可怕 夹杂着酒精给予的亢奋 他无比放大我的预计 江苑这一年怎么变成这样了 起初他力排众议让对方进公司 之后不顾圈子里的非议 带着他频繁出入重要场所 甚至到现在忘记我的生日 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私下提醒过他 他却说自己是独立女性 不惧这些闲言岁语 可丈夫生日他却去陪初恋 明明是个人不管男女都会生气的行为 他居然觉得我脾气臭没休养 门心自问 这些年我和他一起创办公司的岁月 不管面对冷嘲热讽 还是名枪案件 哪次不是我兵来降党水来土掩 我自认人前人后脾气和休养 完全没有问题 可偏偏在陆院眼里 我这个同甘共苦的丈夫 什么都不如他的初恋 见我没说话 陆院更生气了 他看到我手机上 还在重复播放的内容 立刻嘲讽起来 你怎么比女人还矫情 江城市公司主管那些 都是他应该得的 我深吸一口气 指着手机窝囊地问 可你应该知道 这块表对你我的意义 他却劈手打落手机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揪着不放是吗 丁鹏领证的时候 我怎么说的 我看着屏幕碎掉的手机 想起他那天说 自己要做独立女性 叫我别想用婚姻束缚她 不要违背她的意志 强迫她做任何事 我送什么 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而江城也事事补刀 鹏哥结婚就暴露本性了 我和陆院要发生什么 在我回国的时候 就发生了 何必等到现在 还没等我辩解 江城这句话 像是刺激到了陆院 他当着我的面 拉着自己的白月光就走 半小时后 江城发来信息 是霍江院的九宫隔阂照 确切地说是床照 基本脱衣 甚至是进入正题 互相抵死纠缠的姿势 360度无死角 他和他的冤梦重温 让我觉得 自己真特么像小丑 很好江院 似乎忘记自己 是有夫之妇了 即便我和他只是领证 还没拍婚纱 办婚礼 本来一切都约好了我生日后 而知道一切的丁鹏 他其实一直 若有肆无地隔应我 今天看来是孤注一致了 尤其是将那块 限量版的百搭斐力 带在他手腕上 目的终于达成了 这块表是陆院 答应过我的定情信物 认识我和陆院的人 都知道代表什么意义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 没必要继续拿尊严 去酌煎自己 与其在卑微里犯件 不如在高傲里撒手 我把床照照片发江院后 输入三个字 离婚把消息却石沉大喊 直到第二天 我去公司陆院的秘书 让我去办公室 他看见我倒来阴着脸就骂 你没完没了 还得色上网 离婚可以 公司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 我听完扑斥一笑 江院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脸皮这么厚 我和江院认识三年了 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 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 总算做到了公司上市 谈不上业界巧处 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混出了名堂 我和他的缘分 源自于被起初的公司 恶意侵占工作成果 谈下的订单 在最后一刻 被上司的情妇白嫖 气得我不但把电脑砸了 还把对方的 不正当关系曝光了 虽说解气 但是公司肯定不能留我 所有人都为我惋惜 而那时候 陆院作为我的副手 选择和我一起走人 因为敬业关系的缘故 我必须三年后 才能自立门户 可凭着对前公司的怨气 还有他的仗义 我提议让陆院 以自己的名义开公司 他起初是有点担心的 可是我告诉他别怕 你忘记你鹏哥 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吗 之后的两年跑腿 喝酒 甚至是在寒冬酷暑求人下跪 我都无所畏惧 直到拿下公司 第一个长期合作的大单 江苑才放下心 他也正式从一个职场新人 成了行业新进女强人 那天我太开心了 不小心贪杯 他把我扶进了宾馆醒来 我和他都不着寸侣 我一脸愧疚 刚想开口任他处置 陆院却说他自愿的 从离职的时候就暗恋我 问我可不可以官宣 我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心疼地问 怎么不早点说 明明是双向奔赴 搞得彼此跟单相似一样 我依旧记得 怀里的陆院漂亮极了 男人有了自己的责任后 会选择更加拼命 公司从两个人 做到一百多人 做到了融资入股的地步 陆院兴奋地 在我生日那天 在金融大厦对面的 五星级酒店为我轻声 随后他指着霓虹灯中的高楼 老公我们以后 公司能不能搬到这里 我先愣住了 因为这个楼层 光一年租金 就是老家一套房 可我依旧笑着说呢 他上来搂住我 热泪盈眶到时候 把咱妈妈接来 让他住大别墅 还有我一定会 给你买最好的手表 我知道创业的启动自己 是你抵押了阿姨的房产 跟叔叔留给你的古董 百达斐力 浦江两岸灯火辉煌 他的眸子栩栩生辉 嘴角笑得真诚 尤其是他逼着我承诺 要我在一年后 过28岁的生日的第二天 必须去拍婚杀照 按理说求婚本应该由我来 可我知道陆院心里 一直有个年少爱而不得的人 就是江城 说起来陆院起初来胡打拼 其实也是知道 他的白月光在这里 可随着对方想出国 江院鼓起勇气表白 被拒绝后 只能默默选择祝福 这一切是他后来 看见对方微博秀恩爱后 才对我哭着惨笑 我跟他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算他答应我的条件 也只会拖累他 很傻很天真 很直也很心酸 所以我看到江城出现 就算他开始找陆院 来公司求职 甚至看我的眼神 有种异样的愿毒 我都一笑了之 总觉得陆院好马不吃回头草 白月光这事 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何况我和他 还是同甘共苦 于情于理 他都知道怎么选 如今看来 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既然他连结婚信物 都送人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好聚好散啊 尤其是昨天一晚上没睡 抽了整整一包烟后 我还是觉得 这个决定没问题 可我低估了陆院的无耻 对面的他明显没察觉到 我说离婚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根本不是开玩笑 触碰了底线绝对不原谅 只是陆院像是红傻子一样 扔过来一把车钥匙 生日送你的 我只瞥了一眼 就看到上面的塑料层 依旧油光滑亮 金属层更是有斑斑锈迹 再一看 型号居然和江城开的一样 我直接把钥匙挥手 扫到地上 陆院明显没料到 我根本不给他台阶 声调又高了起来 丁鹏我送你车 已经够可以了 不是你自己说的谈生意 还是亲力亲为 本人过去合适吗 你现在臭着脸给谁看 哦 嫌弃二手 就你这技术新车给你 那就是浪费分分钟报销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话 已经开始不客气了 那又如何 别说车人要是二手 我也嫌弃 本以为陆院会气急败坏 可是江城却在这个时候 敲门进来 一身铁绣红的西装 我这才发现 陆院里面的打底裙 也是这个色 明晃晃完情侣装了陆院以前 还说红色显黑 现在看来黑白无所谓 只要是江城使黄色 他都能穿起来 陆院看着他心细的白月光 显然是不想 我和他的争吵波及他 江城你先出去 可他却质弱网闻 相反像是一只得胜的孔雀 彭哥你是真对不起陆总 对你的痴心一片 一块表而已 干嘛这么斤斤计较挺没品的 面对他赤条条挑衅 我深吸一口气 闭眼捏紧拳头 就怕一个忍不住拳头砸上去 跟垃圾动手我嫌脏 我睁眼的时候跟陆院说 你让这不知廉耻的玩意消失 否则后果自负 江城听了不乐意的丁鹏 我客气叫你升歌 你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我昨天还好心帮你安慰陆总 安慰到了床上 我气急返校 是吗我还要谢谢你 那要不要我当着公司 所有人的面对你感恩戴德 你那叫安慰 哈 这安慰的本事不做鸭子 可惜了 说完我把钥匙砸他头上 随后委屈地看向陆院 我立刻继续骂你 看什么看 他现在还是我合法妻子 你来他身上吃软饭 是不是得看看我脸色 江城的脸色 比我头顶还绿 终于气走了 门碰的关上 我把辞职报告给陆院 有些人握不住 那就当沙尘养了他 我昨天明白了 我人没病脑子没坏 唯一的底线是不能出轨 趁着大家都年轻 不如及时止损 并且早已分析出 离婚后要什么 不管陆院答不答应 公司起码分我一半 领证的时候 没有做过婚前财产公正 根据新民法典中 关于婚姻法的条例 我分不了陆院的财产 那我能谈的 就是在公司的 地位以及手上属于我的人脉 离婚对我来说 是损失不少的可认了 但是我没想到 就算我吃亏认灾 想好聚好散 陆院却立刻暴跳如雷 丁鹏你狮子大开口 想要结婚的时候 说什么都是我的 一旦离婚就暴露真面目了 我是这么承诺过 可这话是在民政局领证 拿到小红本才说的 而这有个前提 就是和陆院宣读誓言的第一句 就是要彼此忠诚 她自己先背叛了 反而要我遵守言 简直滑稽 陆院难道不知道 被最亲密的人这样对待 就跟被自己的血噎死一样 于是我打开手机相册 对脸到陆院跟前 你非要再恶心我一次是吗 婚内出轨还到反天刚 陆院看着照片神色 也就诧异了不到几秒 开口丁鹏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这次换我绷不住了 反问不离婚玩三人行 你口口声声的独立女性 就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我顿了顿喝 你真够野的 让我戴着绿帽 给你和情夫当牛马 到时候这洞房 是不是还要轮班制 话音刚落 我挨了一耳光 空气凝固一样 我从小到大 虽然挨过父母不少打 但是脸从来没打过 这是人生第一次 之前陆院在公司 为了让员工知道 他公司分明 帮理不帮亲 刻意拿我立位 被他训斥过 也责罚过 连气道文件扔我脸上 都有过我没生气 在公司里 我就是他员工 可这次完全不一样 这不是我工作出了问题 而是他私得 除了问题后的气急败坏 他率先打破尴尬 给自己找借口 你说话太侮辱人了 自找的 我上下打量他后 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领证前还是领证后 或者更早 好一会 陆院还是死不承认 我们没附和那些照片 是为了气你 我你下次买点好的遮瑕 柏梗的草莓 貌似不是我种上去的吧 陆院又要发作 我拿出一根烟顶上 他脸一下白了 我一般不会当面抽烟 尤其是在青藤好友面前 一旦开启 就意味着我发出警告了 他到底怂了 于是自顾自找台阶说 你跟我现在都不理智 离婚和离职的事 你冷静几天再说吧 我同意了 其实忽然想谢谢他那一耳光 不但让我彻底死心 更让我清醒了 今天我还是太冲动了 气头上逼着陆院离婚 一旦他签字 那么很多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因为想快刀斩乱麻 一个傲气让给狗男女 只是今天离职是一定的 我实在没大放到 看着这对狗男女出双入队 办理离职过程中 陆院还在那想说些什么 可惜证据确凿每次业务转交 需要他签字 都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最终没有开口 只是到了最后辞职报告死活不迁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没事到了七天自动可以离职 何况他那一耳光 我已经拿到视频了 可以投诉他 以暴力威胁限制我人生自由 强迫劳动 而陆院估计冷静了一会 开始换成一副受伤的表情 你要不是阴阳怪气 我刚刚不会失去理智 这是他最擅长的伎俩 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发誓和他真的没什么 我懒得再理会他的虎脚蛮缠 如今翻来覆去的抵赖 对我没作用了 那是不是只在外面蹭蹭 果然陆院健库没用 开始换招数 他不知何时把打印出来的 一张车图递给我 这个型号是你喜欢的 我们下午就提车 可以了吧 他红着眼湿弱的样子 倒有几分可怜 可我一看图片 又想笑了车的型号 确实是我喜欢的 可是它是一辆充电型的 我只开燃油车 还必须是烧柴油的 很明显陆院又是听了 那个软饭男的建议 我打开手机 我助理恰巧发来一条信息 彭哥姓江的那个家伙 在咱们面前晒自己的新车 说这个公司姓陆 不姓丁叫我们有点眼力尽 我吃笑一声 冲着陆院说 连我的喜好都要问情人 真留起身开始去自己办公室收拾 总算明白那句话 爱的反面不是恨 是不爱了 爱的太卑微 不知道是他理所当然了 我也潜移默化了 是时候刮骨疗毒抹干净了 看见江城还在公司员工面前嘚瑟 我也不再给他脸了 我是比不过你 你压窝里出来了 要是女的 活好到可以撑起一清楼一年来 我已经摸清楚江城是个什么货色 作为一个海归 连商务英文都说不明白 我就很好奇他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通过朋友调查知道 他在国外也是盯着别人有钱家的姑娘不放 被人父母知道后 要告他性骚扰 才会溜溜回国 没想到 他是一口软饭从国外吃到国内 我本来想找个时间好好和陆院说下 让他看清楚对方真面目 可如今看来 没有必要 江城是陆院的逆龄 说他可以 说江城不行 所以 我嘲讽完 紧跟而来的陆院再次爆发 伸手又想删我 丁鹏 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教养 我送江城东西怎么了 公私我的 钱也是我的 给他什么都是我知道他的功傲 应得的 你没资格管 我抓住他手 反手一用力 他直接惨叫出声 你打上瘾了 之前挨的那一下 是我想到之前你辞职跟我走人的仗义 才忍了 我当还你人情 但是我现在警告你 如果再打我脸试试 老子不介意把公司毁了 顺势我把他甩沙发上 居高临下看着他 还有 你说的没错 公司 钱 礼物 你愿意倒贴都没事 这点老子真不如你家小白脸 什么都没做 温柔一笑 跟中央空调一样 你立刻就忘记之前怎么被甩 跟狗一样 跪舔 予取予求 但是你别跟我说他有什么功劳 这公司每一笔交易中 只有你我和之前一起打拼的兄弟血汉 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拿起物件准备走人 大门刚关上 路院不顾一切打开 在我身后大吼 丁鹏 你离开我 什么都不是 实话告诉你 当初我就没和你睡 你个傻逼 就是白给我干活 活该我转头 比是看着他 那你还真连机都不入了 到了底下车库 居然手抖到发动不了车子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浮光略隐 走过的三年 最初认识时 他说 彭哥 我信你委屈喝多时 他说 彭哥 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要做到 让别人看我们脸色一起醒来时 他说 老公 初位女友 请多指教 结婚领证时 他说 惊鸿一场 情深以往可好如今 三年的相伴居然成了肥皂泡 我眼泪落下来 江城适时发来微信 陆院跟你 只是看在你有利用价值 你猜我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或者再猜我为什么回国 甚至最后猜猜我出国后 他跟我断过联系嘛 我忽然觉得恶心 比宿醉倒在街边呕吐的时候都恶心 最后 难受到我晕了过去 进了医院 醒来 面前居然是余杨 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他是我闹掰的前公司老总的儿子 确切来说是私生子 脑子有点不好使 当初找上我的时候 就表示 让他爹不舒服的人 他都喜欢他拿了全部身家非要投资我 随后说了句 他做什么都不行 唯独任人还挺准的 后来公司起来 他转得盆满钵满 满世界非 鬼都抓不住他 于扬此刻正喝着奶茶 刻薄地说 小爷为了你 不看夏威夷那些妹妹的好身材 千万里的来参加你的婚礼 可你怎么这副死样子 我斟酌了下 本来私事没必要拿出来说 可不说 公司一百多号人 他们都是战友 有权之道 更有权选择去留 尤其是于扬这个暴脾气 要是后知后觉 他估计会失控 于是我如实回答 分了 于扬差点被珍珠掖住 确定 你这些年 跟多儿滚一样 别告诉我 也落他一个下场了 校庄有福灵 陆院有白月光 我和他都在替别人做嫁衣 但我并不想抱怨太多 过河拆桥的事我不屑 你请我愿 愿赌服输 没必要影响到公司未来发展 我说 哈哈 我只是以后不想做文字写 于扬一阵无语 他不会安慰人 更极度痛恨自己父母 甚至连带自己都恨上我 我记得他爹找过他 结果 哥们当着我面 拿起板砖 他扎爹的车砸了 他和我吃烧烤的时候说过 任何心怀白月光和猪杀制的人 都是烂情的畜生 果然 他立刻毒舍起来 陆院真不是个玩意 没事吃回头草 这草多半还沾染了别人的口水 也好 我认识的人中 你算第一田狗 清醒过来 反而是好事 单身万岁 回头走一个 我被他喋喋不休的嘴 吵得心烦 打断道 这里是医院 你这样会加重我病情 我现在已经考虑出去后 要不要单干 回头肯定拉你投资 于阳一厅 麻痹的 本来那些钱够我养老了 又要被你这孙子 算计过去霍霍了 你可缺德 医生到病房后 检查后 说我需要休息 我想了下回了次家 就跟我妈说要吃顿排骨 老太太问了一句 陆院怎么没来 我说疯了 她在厨房汤勺掉了 由于半天没说什么 只是给我加菜的时候说了句 咱问心无愧就好三天后 我回公司 协议递给了陆院 可陆院依旧不答应 说不想离婚 甚至说她亲戚都知道了 丢不起人 她冷着脸 丁鹏 你不是不知道我家里情况 你叫我怎么办 我叹了口气 陆院 没了我你就当不了新娘了 我回家的时候 东西原封不动 你这几天住哪 不用查监控吧 何必呢 你非要榨干我最后利用价值 你家的那些奇葩 相信你将成的手段 肯定能搞定他的原生家庭 稀来 妈妈贪得无厌 弟弟 初中毕业居然想来做领导 到了公司 915喝6 还爱赌博 陆院当初躲在我身后 瑟瑟发抖 害怕地求我 老公 别嫌弃我 我只说了两个字 别怕 后面 我设计他弟弟去赌场 欠了一屁股后 当天就赌回老家 如今 要离婚 我不知道陆院 怎么跟他妈妈说的 当晚 陆院的妈破天荒地和我电话 小丁啊 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们老家规矩 没办婚礼不算结婚 都还算自由身 他只是一时糊涂 阿姨替你骂他 何况你本身就是给怨怨打工 房子车子 说难听点 和那个姓姜的一样 不都是吃软饭吗 我呢 劝劝自家女儿 你也别一起用事 大家各退一步 我气笑了 原来真的有其母必有其女 那就别怪我 说话不好听了 阿姨 看在你和我妈差不多年纪 我最后遵你一句 你别拿你山沟里 不开话的那套来忽悠我 先不说你女儿有惊天 岂不资金 靠都得我 这三年 你各种借口找他要这要哪 老家翻修都快十次的谎言 需要我点破吗 他被我说得直接跳脚 刚想撒泼 我却打断他施法 还有 别说我吃软饭 公司不但我出钱 还出人出力 所以只要是离婚了 该我的我不会让 不该我的 送我也不要 我就这脾气 比不得你女儿 送他前任一块手表 都是几百万 所以 你与其和我发疯 最好问问你女儿 还送了什么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顺便再问下你儿子 我给他擦屁股的钱 什么时候还我 陆妈本来还想继续骂人 一听一块表几百万 还有别的 立刻声音高了八度 我太了解我这丈母娘的德行 她从知道陆院开公司后 把戏就层出不穷 不仅让她儿子过来 还想把家里那帮蝗虫都塞进来 陆院对她妈怕到应激 就把我推出来 起初她还很豪横 最后等她儿子出事 家里被刷油漆 半夜电话骚扰方哀越后 才明白不能惹我 当然 这也是我一贯作风 恶人永远是恶人 她不会因为你的客气而改变 反而会觉得你好拿捏 有些事一开始就要做规矩 恶人还需恶人膜 就是告诉我们 世上的恶人 永远都是耸货惯出来的 见对面哑口无言后 我最后说了句 你不是口口声声 说你女儿开公司 就得管她弟弟 娶妻生子一辈子吗 现在她把整个公司 都倒贴小白脸 阿姨你能忍 我可忍不了 这钱宁可给弟弟 也不能给外人 祸水东饮 谁不会啊 我特希望 陆院的妈妈和弟弟 知道这事 会整出点什么幺蛾子 我还记得 她弟弟开始欠赌债 我正好去国外进样板 就让陆院先通知她妈 带她弟弟回老家 她妈妈疯到拉横幅 不带休息的 在工作室门口 骂了一上午 后来我跑业务回来 找个比她更泼辣的大妈 拿着喇叭骂她没人要 内分泌失调 怨妇 浅收拾 气得她妈来挠人 结果战斗力不行 反过来被人摔了的大马趴 我原本以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离婚没什么难度 但是成年人更需要体面 没错 她顾忌我的能力 还有在公司的威信 当然还有就是她眼里的我 从来就是逆来顺受 言听计从 甚至永远都会无私奉献的 但是 她更怕 事情被曝光 影响公司的市值 这就是我说的体面 在我把她和江城的事 捅出来给她妈妈知道后的第二天 她约我说谈离婚的事宜 居然开口就是要我近身出户 拿出股份 还有搬离现在住的房子 还附带一条 要等一切进行中的洽谈业务完成后 才可以走人 当然 她还一脸仁慈的说 丁鹏 只要你想明白 我们还是有的谈 你继续在公司待着 我不会亏待你看来 她的脑子没有完全被恋爱两个字占据 也知道一旦我走人 公司的股价 股东的合作 甚至员工的积极性 都可能会出问题 战场到底是我打下来的 她除了出面当个法人 签署合同 对外立人设 别的都是我在助头 她还抱着侥幸心理 不想失去我这个冤大头 只可惜 陆怨船的可以 真以为我会不见到遍体鳞伤 不罢休 不见到体无完肤 不死心 真不把我当人看啊 她见我用看陌生人的目光看向她 还觉得自己说动了我 彭哥 这个圈子 多的是各玩各的 我和你工作这么对拍 大不了行婚 有钱一起赚不好吗 我立刻鼓掌 好提议 那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你把我那份清算了 我再考虑你的提议 她见我油盐不尽 两久来了句 我以后会注意分寸的 哈哈 原来独立女性也会玩双标啊 她注意分寸的话 江城就不会在我生病的那天 发一句特别恶心的文案 你是我绕过山河错落 才找到的人间烟火 还特意爱他我 真的不得不佩服江城的手段 被说吃软饭也不生气 反而在公司很沉得住气 甚至配合大家的目光 她乐在其中 江城真的不在乎表面的东西 不在乎眼光 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忽然就懂了什么叫满男了 区别普通直男 她太会拿捏陆院了 毕竟陆院看重情绪价值 需要被哄 缺爱 这种能力 是我这种工作狂 一辈子都学不会的 我觉得继续这样的掰扯 真没意思 觉得还是找律师来谈比较好 结果陆院慌了 开口说张姐今天要来 怪不得 张姐是我们最大的合作商 所有的事宜都我在伺候 你好歹把今年和张姐的合约续上吧 张姐今天过来 居然不提早通知我 你不知道她脾气古怪的很吗 我还没说完 江城不和十一进来 一脸不好意思 彭哥 不好意思 我不得不解释 之前看你和陆总吵架 心情不好 我就没敢说真贴心 明明我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一再强调 私事不要影响工作 她居然颠倒黑白 暗示我公司不分 自己才是翘墙角的人渣 关键时候总能倒打一耙 不过 我也明白了 陆院其实也是知道 江城几斤几两 这样啊 反正你说了公司是陆总的 到时候他洽谈就好实在不行 你顶上 毕竟你成绩斐然 这种小事你怎么会应付不来 还没等我说完 陆院就冒火看着我 丁鹏 你刚不说了 别因为私事在工作上拿巧 他心里明白 张姐的气场 就连自己在张姐面前 都唯唯懦懦 甚至一个眼神 他可以怕到语无伦次 但是江城却很兴奋 毕竟在他心里 没有自己搞不定的女人 陆总 别担心 我这一年也学到了不少 这次合作 你就让我来接洽张姐说 咱也不能什么都靠鹏哥 对吧 我打量了下他 才看清他穿着花枝招展 联想之前听过有些风言风语 说他每次看见张姐 就跟蝴蝶见了花蜜 还说 可惜张姐是朵识人花 他很激动 完全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月月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红女人有一套的 这一年 你看我帮公司谈成了多少生意 我低头 因为怕笑出声来 这傻缺 每次到他出面的时候 都是我在对接的时候 谈妥了的板上订订的订单 只不过我不喜欢应酬 才让他去溜须拍马拍 他真觉得之前那些订单 都是他的公偶 张姐是什么人 一个女性 能在一众男性中杀出 本身就不容易 何况传闻他到现在不结婚 就是觉得婚姻只会束缚自己 否则业界也不会背后 叫他职场黑寡妇 陆院思虑了好一会 打了电话给于阳 他总算聪明了一回 让于阳求我 等于阳过来后 见我在 彭哥 你来了 张姐还有十分钟到 这个结果眼上 你忍下这口气 兄弟大意啊 于阳这话 好不忌讳另外两个人 实打实地在帮我出头 看见狗男女脸挂不住 一个甩手走人 一个忙追去哄 我把于阳拉一边 我没打算帮 就想看他们出阳相 本来我都不回来 旁听只是因为 不能让你亏钱 哥 我不想开公司啊 看着他一脸 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凑到他耳畔 你不是有个挂名公司吗 等一下你看我操作 也算我对你的公司 投名状了 接待是我一看 没有自己位置 拉了一把椅子 坐到最角落 随后陆续进来的人 看见我没坐在以前的主位 都吃惊的切切私语起来 这其中 有几个公司项目负责人 都找过我 有个性格最爆的 直接边问候江城 边骂 边说要是我走了 公司不就大动脉出事了吗 不一会 陆院迎着张姐到来 她还特意给我发了信息 丁鹏 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 要是江城说错什么 你帮衬点 好嘛 我笑了笑 全当没看见 张姐进门后 扫了一眼 看见角落里的我 眉头微微拧了一下 然后不动声色坐下 江城择起来 笑颜如花 她拿着我之前的策划书 款款而谈起来 没有任何对产品的剖析 发展 目标 只是用网络上抄袭的 意志半解的内容 并且恶俗的用中文说完一段 还要加一句 Docno 之后大把时间 不是在说自己海外见多识广 就是说自己进公司后 成了门面担当 一个人在那巫婆放屁 别说张姐的脸已经黑了 部门的技术人员都面面相去 目光不停撇向我 最后还是张姐实在忍不住 看着江城 问她要营销 质版 材料 小程序投放的计划书 江城支支吾吾说 肯定会让她满意 张姐笑了下 那需要我投资多少呢 我心中暗笑 完了 当投资问预算 那就是不是不满意吗 投资这事一般是在协议上 由双方财务对接 根本不需要老总问 可偏偏江城这个250 居然觉得合作成功了 一脸妖功道 张姐 钱的事回头说 今天我做冬请客 等吃好喝好玩好 我再找你戏谈 可是张姐却看向我 小丁啊 这个人是你徒弟 你教得挺厉害啊 我刚想起身 江城像是怕我抢他功劳 忙打断 彭哥 他已经离职了 公司不养闲人 被裁了 本来这会议不需要他参加 一听是你张姐 他自己飞舔着脸 搬着把椅子死活不走 他现在这样子 跟只哈巴狗一样 装个尾巴 估计就能咬起来了 所有跟狗的人 都不约而同 脸上露吃了苍蝇的表情 他们都知道 张姐不笑 那才是他对项目满意的表现 一旦笑了 那就是抓到了项目的错处 而且他笑得越开 错就越大 就跟于阳私下说过 这女人 笑起来真甚人 跟罗莎吃人一个德行 可偏偏某人不知死活 甚至甜不知耻 扯他跟陆院的破事 张姐 我回来之后 业务直线上升 你看我手上的表 是陆总送我的定情信物 回头你来做我们的主婚人吧 陆院因为害怕张姐 谈判只过去了一次 她现在看张姐没有发作 还笑意盈盈 还以为合作真的成了 居然娇羞的起身 瞪了一眼江城后 居然开口问张姐喜欢那家酒店 张姐没理会 又来问我 小丁 不是之前你邀请我 参加你婚礼吗 是新郎换了 还是新娘换了江城起身 洋洋得意看着我 以为张姐在嘲讽 丁鹏 我知道你不服气 也觉得自己心血耗费了 不过公司信录 你摆不正自己位置 今天张姐愿意合作 也证明你每天通宵达旦的工作 只是摩扬公 是被公办 不过我没你小气 你愿意留在公司 作我手下 我也不会为难你 她说完 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走来 称王败寇 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怨怨 可惜你只是我的替代品 这样吧 这三年 你也不容易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回头我们婚礼的时候 不收你分子钱就行 我眉头皱起 压着火气 你今天出门的时候 路过驴棚了 她脸上一白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我继续输出 你要没路过驴棚 怎么脑子跟被踢了一眼 她绷不住了 可我却根本不给她机会 江城 你出轨我老婆 我没有在公司同人面前 给你难堪 就是我知道公司 不是一个人的 你觉得要是我想 于四网破 把你发我的那些东西报警 甚至发到公司的号上 你觉得你能混下去吗 证据都保存在我笔记本里 江城还没来得及红脸 陆院忽然跑过来 一下抢过我的笔记本 砸地上 踩了稀巴烂后 甚至又想甩我巴掌 被我接住 用尽全力给了她一耳光 这一下 我实在不打不行 正当陆院被我打猛 起身又想和我动手 一旁的江城 脱了西装 也想帮忙的时候 身后一个声音冷冷响起 闹够了吗 陆院像是看到救星 直接委屈冲着她喊 张姐 听张姐打断她 你的破事我不关心 我就想问你 小陆 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 还是看不起我张某人 居然用这个绣花草包来糊弄我 陆院捂着一边红肿的脸 棱住了 张姐毫不客气 把之前的计划书 狠狠抽在她另一边脸 立刻对称了 你知道我时间多珍贵吗 听了你这酒囊 饭带的小白脸 这么久时间 连个预算都说不出来 还让我吃饭 让我给你们这对狗男女主婚 你们什么玩意 配吗 以前小丁怎么对接的 瞎了 在我面前玩男道女娼 甚至撒泼打人 我看你们这态度 别说续约了 之前的合作也免了 准备收律师函 陆院被吓得六神无主起来 最后反应过来 立刻指着我说 这次项目我们公司两个方案 还有一个在丁棚那我起身 是 你说的没错 看着陆院松了一口气后 我马上再次送她进地狱 可我的笔记本 刚不是被陆总 你砸了张姐上午走的 下午律师函就到了 天价赔偿 吓得陆院魂飞魄散 要是给不出合作方案 一个月后 她就会从天堂到地狱 我冷冷看着她 这件人现在应该知道 整个公司 真正的爸爸是谁 她终于放低了姿态找我 丁棚 我只是一时糊涂 江城知道我和你结婚 约我喝酒 说起以前的事 亦是糊涂 才和她动情了我压根没理她 操起马桶刷对她脸上 警告她离我远点 随后把她的言行举止 清楚地转发给江城 独自去了外省酒店避而不见 现在的情况是 陆院明白公司离不开我 江城也是死咬着她不放 我相信江城不蠢 这个紧要关头一定铤而走险 想尽一切法子 都要绑定陆院这张饭票 所以 有一次 我和于阳谈之后规划的时候 陆院不知道怎么得了消息 闻讯赶来 她还没开口 闻到烧烤味道 居然就吐得稀里哗啦 我看了会 一下反应过来 哼了一声 怎么 你还要我给你肚子里的野种 当接盘侠 陆院吐得却说不出话来 只是不停哭 不停摇手 我拉起鱼羊 躲蚊神 陆院 做人有点廉耻 别浪费时间 你要不想自己孩子出生 父母就进了监狱 就继续在我跟前 卖弄你的可怜 我不会浪费我的善良 是在犹豫要不要打胎 我想江城肯定不同意 不出所料 我收到了江城信息 约我见面 他开口第一句就是 丁鹏 你踏马怎么不被车撞死 我淡然看着他 你记住 骂我一句 我回头在账目上 多算一百万 他忽然笑起来 说和陆院在接机的那天 就和他开房了 陆院说了 本来想找你这个老实人嫁了 可再见到我的那刻 他说骗不了自己 就算之前为了我吃了很多苦 打工白嫖 他都觉得甘之如鱼 他很得意 还说陆院的第一次 是和他在学校天台 我忽然觉得 这家伙就是洒了金粉的一坨 这嘴脸真恶心 所以呢 为什么他还不和我离婚 为什么你要用 搞大他肚子的那套 为什么他这么爱你 就要去医院打胎 看着他嘴角病猛 唤我笑了 杀人诛心 我玩得比他更狠 你图什么 烂裤当的玩意 发情的时候 什么话不能说 陆院发给我的信息 都看过吧 你应该知道 你在他眼里 就是个曾经的遗憾 可现在 放古代 也就是个面手吧 他被我羞辱的歇斯底里 丁鹏 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就是输了 我看他也没别的伎俩了 起身拿起水杯 那你得加紧了 要是劝不动陆院 我万一哪天神经搭错 愿意接受 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你想 你的下场会是什么呢 让你背上债务 监狱里弄死你 去赴留子也不是不可以 正至婚姻 也未尝不可 你离了陆院不行 可我要找个陆院 甚至比他更好的 太容易了江城听完 脸一下惨白 一个靠吃女人软饭的废柴 敢跟我叫嚣 就跟我说完 把水淋到他头上 他却不敢反抗一样 这一切 被来接我的鱼羊看到 他嘶嗨一声 蓬蓬 把他送进去吃国家饭 也不是不行啊 我扫了他一眼 我可不想把事做到 让他们狗技跳墙 现在让他们狗咬狗挺好的 何况 我只想脱身 然后搞事业 没必要为了这种烟杂事 去浪费搞事业的时间 鱼羊点头 也对 不过先说好 之后新公司你是总裁 我还是老样子 我要做个闲散王爷 他自顾自的说 别瞪我 老子虽然蠢 但是情商高 我是不懂陆燕 为什么要恋爱呢 也不年轻 又不会赚钱 看着身体也须 他图什么 我不想知道 不过 他真的是被爱情冲昏了头 居然到了这个地步 还打算要我出功出力 近身出户 本来我准备号到 张姐最后的通牒时间 可是 不到十天 也不知道是谁 放出去了消息 我和陆燕的是 在圈子里漫天飞舞 陆燕的公司瞬间打乱 解除合作的 申请离职的 恶意抬高价格的 很正常 能做生意的 哪个会是良善之辈 于是 陆燕又来找我 顶着黑着眼圈就指责 丁鹏 你要离婚 也不用一而再 再而三搞我吧 我打了个问号 这甩锅的臭毛病 还是改不掉 我用看傻叉的眼神 看着他 你觉得 我搞你 是希望自己到时候离婚 钱少分点嘛 陆燕虽然一遇傻三年 可瞬间也想明白了 放出消息 对谁最有利 颓败一会 摸着肚子说 对不起随后 他又开始道歉 求饶 目的就是让我帮他 渡过这次难关 我把离婚协议扔给他 你别挣扎 应该找律师看过吧 我要的不多 只是他依旧不死心 依旧希望我净身出户 他说 婚是你死活要离 那么你就应该净身出户 否则我不同意 我唯一可以做出的退让 就是我们住的房子 可以给你 你肯定找好下家了 对吗 而且你还捏着公司股份 我反正名誉扫地了 你之前离职 就在业界口碑不好了 现在和我又闹掰 你不怕之后影响到吗 我冷眼看着他 忽然发现 自己从来就没认清真实的他 这一刻 之前谨慎的情谊 也都没了 这女人 真的让我觉得反胃 你非要撕破脸 才甘心 那行 我现在就联系媒体发公告 把你出轨 还没离婚 就被肩夫搞大肚子 并且想让同甘共苦的丈夫 尽身出户的事 闹得人尽皆知 陆院 我有技术 也有人脉 大不了找个傀儡做幕后 但是 我就想看看你跟江城之后 怎么出来见人 到了最后一天 陆院总算签字了 张姐那里 其实我早早就搞定了 毕竟我的习惯是 任何重要的文件 都会在自己的储存盘 和云空间 都备份好 为此 张姐还贴心送了我款 最好的笔记本 并且问我有没有考虑 去和她混 我没回答 只是默默递上自己名片 张姐扫了一眼 气到上来狠狠捏住我的脸 你小子坏透了 当时是不是借刀杀人 连老娘都敢算计进去了 不过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姐姐就喜欢你这款 临走说了句 你以前那个娘们 被猪粪糊了眼吧 选了个营养辣枪头的玩意 明明之前和你一起 泡温泉的时候 你的资本比她好多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说的资本是什么意思 却发现她的目光 暧昧地看向我当步 我马上吓得走人 自从我成功 从陆院的公司离职后 于扬也找了借口撤职 我好奇地问她 你何必和我一样啊 这钱两头赚不好吗 于扬摇头 可别 陆院知道你自立门户后 就天天阴阳怪气 还不停暗示我别做间谍 你是不知道 之前跟你的老员工 很多都人了 就算不走的 也被她找借口辞退了 恋爱脑 和软饭难 能搞出什么 老子看形势 这公司迟早赔钱 我可不想把自己搭进去 原来如此 怪不得之前的大半员工 都来加我微信 想继续和我干 我看陆院 真的是从来不知道我的人品 就算她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可我教她最基本的 都忘记了 公司最忌讳群带关系 只要这么来一下 就分分钟会成为猪虫窝 月扬说 不但她妈妈之前塞的人 都进来了 连江城的湖棚沟友 也都一个不漏 在公司关键职位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本来还在考虑 要不要把之前跟我混的人 挖来 既然他们自掘坟墓 逼着别人背叛 来找我 那我就笑纳了 最后连前台几个小妹 都过来了 我特意找了 全市最好的酒店 请他们吃了一顿 喝多了 羽扬起头 你们有姐姐妹妹介绍下 咱们丁总 这么好的男人 不要错过 我还没来得及骂她 前台几个妹妹不乐意了 彭哥 肥水不流万人田 你要谈的 先选择和我们 只有我们淘汰了 再轮到别人 羽扬立刻起哄 也好啊 兄弟 别生气 我就怕你又被哪个绿茶骗了 回头让我担惊受怕 影响小爷出去调戏漂亮妹妹 我给了她一拳头 是吗 那我介绍你去伺候张姐 她咧嘴笑 张姐人间霸王花 人家看重的是你 她才不会要我这种软饭男 当然 老子吃的是兄弟的软饭 不窝囊 恋爱脑 白月光 就都该去死 祝福你从此人狗殊途 咱们前程似锦 她迫使不断 羽扬的嘴好像开了光 两年后 各种关于陆院的迫事 真的连绵不绝 江城的狐朋狗友 进了公司就开始几个人 联合起来贪污 事情暴露 是因为之前长期合作的甲方 被人匿名提醒 或不对办 发现后 直接从外地赶来 闹到公司 要拿赔偿金的时候 却发现钱款亏空到 连一百万都没有 陆院气到早产 差点死在医院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告江城的那几个人 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江城的表兄 江城自然去求陆院高抬贵手 可陆院明显是动怒了 死活不一 最后表兄进了橘子 江城家所有人 都骂江城祸害自己人 陆院也没好到哪里 一生气 回奶了 孩子据说老遭罪 陆院气到第一次翻脸 江城 你是不是存心的 你当初什么手段不清楚 你真以为我蠢到 以为你那么做事爱我吗 高抬贵手 我之前怎么搭着肚子 求钉棚 你怎么断我后路 散播我出轨的事 真以为我不知道 明明是你不停惯我救 你现在觉得我残忍 那离婚吧 我卖了公司 一大步了个人养孩子 江城瞬间不敢说话了 毕竟他怎么上位的 图的是什么 他那一年不重样的 的名牌 就是最好答案 都说女人生了孩子 脑子里浸的水 就会流出来 看来是真的 我转头问我主管 那个合作方 现在被我们拿下了 他笑得一脸奸哗 有些事 其实我是知道的 就算我没动手 那些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都会出手 连我前台的小妹 都买通路院那里的扫地阿姨 不间断地在那散步 我的公司待遇多好 我的生意更是如日中天 小姑娘们 可热衷于恶心那对狗男女 我呢 除了工作 就是拿着红酒听八卦 当然 于阳比我还乐在其中 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 这次是我那不争气的前小舅子 被打进了医院 陆母到了医院 问清原委 把错都算在江城头上 结果医院的护士妹妹 居然正好是于阳的同学 直接给我们开视频 来个现场直播 前小舅子直接开团 妈 以前彭哥在的时候 管着我 还带个高手帮我 我要不是自己不听劝 赢的不要太多 最后输也就只有十万 这个吃软饭的 说陪我玩 代飞 麻痹的 最后连自己都坑进去 一百万陆母听完 立刻拍起大腿 你花我女儿的钱 还怂恿我儿子借高利贷 你个窝囊费 江城估计最近被陆院 骂了很多次了 心情也不好 所以也是想赌击把缓解下 却乌漏偏逢连夜雨 输个精光 如今被个农村老太 在医院骂 她一下破防了 你说谁我浪费 死老太婆 你管不好自己儿子 怪我总有 我拿刀架她脖子上了 自己就是个 重男轻女的吸血鬼 生的儿子什么玩意不清楚 有脸说我 我咽了下口水 陆院的脾气 其实随了她妈妈 她妈是说她可以 可是绝对不能说她宝贝子 瞬间陆母开启 村口泼妇模式 你个小畜生 捡胚子 吃软饭的 要不是你捣乱 我女儿怎么会 猪油蒙了心 和丁鹏离婚 你个烂黄瓜的玩意 搞大我女儿肚子 逼她就范 你怎么不去做鸭子啊 赶紧给我儿子还债 否则老娘骂臭你全家 将成被戳心窝子 也毫不客气 你现在知道丁鹏好了 当初怎么对别人的 被人怎么收拾的 你以为陆院没和我说 欺软怕硬的老婆妇 你再骂我试试 我找人弄死你 我忽然觉得 被这两个玩意惦记 实在没什么成就感 陆母熬的一声 上去就是又丝又咬 你个卖吉博的玩意 还敢和我骂 你有本事早出手了 还等今天 老娘我今天打不死你 江成被他打极眼了 踹了一脚 结果陆母坐地上开始哭 我想了下 远程替他们报警 我的助理 还是以前大的臭小子 见我打110 立刻觉得很无语 他是第一个投奔我的 当初他爸爸癌症开刀 因为是实习生 钱不够 我给预知的 所以他知道 我被戴绿帽的时候 比还恨陆院跟江成 哥 你好歹等我录像啊 能上热搜啊 超雄老胎大战卖调子的软饭男 多劲爆啊 结果他没说完 陆母趁着江成不留神 一手捏在江成的命根子上 我看着客厅里的 看直播的那些兄弟姐妹 瞠目结舌 盲观了监控 少儿不移 与孩子都仗红了脸 互相推扫着出去 男的都后怕 腿一个比一个夹紧 月扬凑过来 陆院的妈也太狠了 你要是没离婚 估计也得冒段子绝孙的风险 我笑了下 想多了 他不是不想跟我动手 是压根不敢 有句话江成说对了 陆母就是欺软怕硬 他要敢跟我撒泼 那他先要掂量掂量自己儿子的命 一日 一条热搜赫然在目 图片是陆院的妈妈 衣衫不整 捏着江成的重要部位不松手 江成的脸成了猪肝色 衬衫也被得稀烂 两点暴露 第三点被拿捏 不要太好看哟 这个热搜成了这一周最大的笑话 而有好事的人 又把江成吃软饭的事扒皮出来 顺带陆院都被一起骂了进去 他以前营造的独立女性形象都毁了 所有人都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媚男女 因为这一出之后相关的商业聚会 这个两个人进了黑名单 毕竟认识他们的都看不起 不认识的也都提前防着 就怕后院起火 好事的网友 到了最后还顺藤摸瓜 一个比一个替我惋惜 前夫哥 离开错的人 你的福气在后头 我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可谢谢了 陆院的倒霉 简直如果删车一样下滑 岌岌可危的公司 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客户后 他妈妈塞进来的亲戚趁火打劫 居然在江苑公关的时候 开始投仓库的东西 而这些生意是国外合作的 对方清点数量不对 直接申请退款加投诉 工商局彻查之下 又顺带查出了面料不合格的事 在三到十五大会上 被点名批评 陆院心力憔悴 申请破产 可江城早已奢侈享受惯了 趁着陆院处理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勾打了心腹婆 他也露出本来面目 想抛家弃子 甚至说陆院生的是女儿 不想要二胎 自己家不能断了香火 我不得不感慨 这是挺回旋标的 江城本身就是个花孔雀 子良木而妻 是他本性 他可以勾搭陆院 那也自然可以勾搭别人 可他要离婚 陆院不可能放过他 他破产后 之前的钱一分没有 反过来还倒亏了五百万 正好用他手上的两套房子 去还债 只是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必须江城签字同意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放过江城 更不可能离婚 毕竟当初他还想让我 近身出户呢 所以陆院去找了那个富婆 把江城的底细 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对方 富婆知道真相后 也是个狠人 立刻找人把江城打了个半死 听说他亲自用高跟鞋 踩烂江城的子孙根 毁了江城做鸭子 吃软饭的本钱 所以 这两个人注定要绑在一起 不死不休 陆院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不过 也恭喜他 回到了他向往的生活 就像他接级时候 看见江城说的话 要是重来 他愿意继续吃亏 打工 被白嫖 同时 有妈 有弟 还有破井重园 软饭硬吃的白月光 不知道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甘之如意 我最后看见陆院 是在一家会所 他被客人指着鼻子骂 好像是弄脏了别人的裙子 我起初不知道是谁 就觉得骂得实在脏 影响我十月 过去提醒下 得饶人处且饶人 结果 对方抬头 居然是陆院 他看了我良久 轻声说 彭哥 对不起我恶劣一笑 干嘛道歉 是我小气了 你们结婚没给分子钱 现在不计你把我拿出来一张一百 故意掉地上 不好意思 忘记你是独立的女性 钱乃身外之物 就算这点钱 也是侮辱你吧 我啊 只会逼着你工作 逼着你赚钱 买车买房 太物质了 而你家江城爱你 值得让你放弃失业 为爱端盘子 陆院听完 立刻晕了过去 自此 我再也没在城市里 见过这个人 反正是死是活 我不关心 世间 众生皆苦 我不高风亮节 也没落井下石 他的下场 无非应了那句 暗地亏心 烧香无意 自家作孽 磕头徒劳 全文完 我还没在城市里 我还没在城市里 我还没在城市里